比如说一下你粉丝的投票 我觉得我的粉丝啊 能歌善舞 全面发展 我要吹这个彩虹皮 也可以吹一天一夜 那你又模仿一下自己见到爱乐和你粉丝听到你之后的状态 比如说见到周杰伦我就想给他唱出我歌 关注更美APP 红人面对面的小仙女们 大家好 我是张哲瀚 马上我的新电影《烈火英雄》8月1号就要跟大家见面 请大家多多支持 请说出三个大家一定要去看烈火英雄的理由吧 从未有过直指人心 我演的 你预估一下大家看完这部电影后会以什么样的心情走出电影来 迈着沉重的步伐走出电影 你觉得大家看完这部电影后 刘哲瀚身上会增加什么样的调片 可能我就变成格杂了 如果你即将时一定要带一个女生在你合作过的音乐里你想带谁 其实说实话 女生不太方便骑行 特别是场的骑行 因为呢 女生总有那么几天不太方便 如果找的未来女朋友是一个双面段于静止的人 有一天你可能好朋友要好去打篮球 把他在家给他看去 因为怎么想 在篮球场也可以静止 我可以打篮球 他可以在旁边静止 这不冲突 作为一个进行做男生 你觉得你身上最大的缺点是什么 比较可爱的用点是什么 越休息越懒 越工作越勤快 有点就是他喜欢的东西比较持之以恒吧 你的肚子要能让你组团打篮球 因你比较专业的角度来评价一下他们的进行吧 每个人的技术特点和风格都是不一样的 杜江老师身体不错啊 这个muscle练得不错啊 对抗非常的强烈啊 熊抱啊 安全之吻啊 亲密合影啊 脉肌肉啊 如果选一个做粉丝团队 你会选择安全 合影吧 亲密合影 多亲密啊 老老师是站在旁边 像你唱话里粉丝追彩虹皮特别专业 你能追一下你粉丝的团队吗 我觉得我的粉丝啊 能歌善舞 全面发展 每个都是 哎呀完了 吹不下去了 我要吹这个彩虹皮 可以吹一天一夜 啊 我觉得我的粉丝真的就是 他们很用心 我能感觉到他们很快乐 快乐追星 知道吧 打网累了 哎呀不打 我能感觉到他们很快乐 今天有时间有精力凑想拍 你就去看看 我觉得这样就挺好 很潇洒的随心 那你能模仿一下 自己见到爱豆和 你粉丝见到你之后的照片 我觉得我粉丝见到我挺淡定的 我见到我爱豆呢 内心虽然涌动啊 就想给他唱首歌 如果见到周杰龙 就想给他唱首歌 或者让他帮我写首歌 哎呀 想太多了 然后呢 见到自己偶像维德 就想跟他打篮球 就想跟他一为一solo 如果选一个人 发服完二时间 没选自己还想跟他 就让所有的肉让我来背 能接受极限运动 那还有什么事 会让你特别红 都说出生牛犊不怕 我已经不是出生牛犊了 我现在已经一身伤病了 所以我现在特别爱养生 打球一小时 热身得半小时 打完球还得拉伸半小时 能不能唱干支歌 给你带火的歌 可以没问题 太easy了 你喷的火 是我的造型 火烧的寂寞 还有什么火 可以没问题 太太easy了 怎么任性怪你 发了错 是我给你自由过了火 没有什么特别不满意的地方 还都还可以 野蛮真野蛮 风格多变 作为一个将军男孩 你也自己皮肤状态打几分 我可以打个9分 见过比自己皮肤还吸引的男人吗 哦 我见过一个圈内好友 请问 他皮肤超级好 关键这个人好就好吧 很喜欢在你面前炫耀 哎呦 我今天没打粉 太过分 平时封面膜时喜欢选择用什么工教的 是自己去买还是注意买给你 我的面膜基本上都自己买 我就一般用补水 其他的 可能在我的脸上效果不是那么显著 会觉得自己有延迟巅峰的时候 哎 很可惜 你们都没有见过我延迟巅峰的时候 在我还是十七八岁的时候 那时候老受欢迎了 那时候的朋友啊 都说张志涵真的越长越难看 所以一个要一直维持 最好的身材和外表的印象 如果要你看明天最想戴什么 哎 有一天我就希望我天天在家躺着 天天抠脚 粉丝说你大概收集了一千对耳机 将你会不会有一个大柜子装上来装耳机 哼 你们是不是幻想我还有个梳妆台 等天对着那个镜子 哎呀这个耳钉好不好看 这个耳钉好不好看 怎么可能呢 我都不知道我那个耳钉放哪里去了 为什么会那么热装鱼 是不是戴你 手上戒指也不行 手环也不行 都会影响我打球 唯独戴耳钉 它不会影响我打球 那不戴耳钉和不打篮球 能选一个 你看现在我不戴耳钉了 那女朋友和篮球选一个 女朋友不就是篮球吗 还用选吗 关于你的光源企有相权和颜值怎么 忽高忽低的 追死地方 你看啊 其实大家会发现在好莱坞 他们演员颜值就是忽高忽低 身材就忽胖忽瘦的 当他有工作的时候 有事情他就非常专业 全情投入到他的职业当中 调打胖给朋友他说一说 要他颜值高颜值就高了 所以这就是自己对自己的要求吧 10 10 11 12